特朗普出招了 不出所料是关税牌 他不仅扬言要对所有进入美国的中国产品 额外征收10%关税 还把锅甩到了中美禁毒谈判 毫无进展头上 而且10%很可能只是试探 看我们怎么招架再抛出新的筹码 新一轮关税战的筋骨诈鸣 人们先听到的却是美国自己人的抱怨和反对 最近美国多家权威智库 高校主流媒体商业协会高调发声 虎口婆心的描绘高关税 对美国经济的种种负面影响 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推高物价加剧通胀 从国家机构美联储 到智库型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再到评级机构目的 投行大佬摩根士丹利等等 普遍认为10%的额外关税 将导致美国年通胀率上涨0.9到1.5个百分点不等 GDP增速下降1到1.4个百分点不等 如果真如竞选期间所说 那样对华增60%额外关税 那还将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率0.7个百分点 第二增加税收负担 侵蚀家庭财富 芝加哥大学近期调查显示 高达98%的经济学家认为 高关税主要由美国消费者承担 诸多美国机构 大学纷纷给美国老百姓算了一笔关税账 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估算 将其他国家报复性关税考虑在内 普增10%加中国60%额外关税 将导致美国家庭平均每年损失2576美元 如果是在普增20%加中国60% 加墨西哥汽车200%的情况下 损失可能高达7600美元 税收政策中心测算 实加60%关税将在2025年 使美国家庭平均税负增加1800美元 占平均税后收入的1.8% 而20加60%关税 将使美国家庭平均税负增加近3000美元 占平均税后收入的2.9%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 20加60%关税将使美国中等收入家庭 每年损失超2600美元 美国进步中心估算 新的额外关税每年给中等收入家庭造成的损失 将达到2500至3900美元 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发布报告认为 新的额外关税 尤其是对华高关税将对消费者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其中仅对服装、玩具、家具、家电、鞋类和旅行用品 六类商品征收新关税 就将导致美国消费者每年多支付460亿至780亿美元 许多普通消费者难以承受 不管怎么算 结论就是 关税压扁的注定是美国人民的钱袋子 第三影响消费者福利 加剧贫富悬殊 美方企图实行对外加税 对内减税 以为这样就能达到收支平衡 事实上 在美国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中 进口成分占比很高 而在富人的消费中 进口成分相对低得多 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关税将由低收入群体直接承受 另一方面 美国国内重在减企业所得税 主要对象是大资本集团为主的企业 这意味着穷人更穷 富人更富的截贫济富一幕将再次上演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 综合考虑美国新政府对关税所得税的潜在调整因素 收入最低的20% 美国人税后收入将减少8.5% 收入最高的1% 美国人税后收入将增加11.6% 加剧分配不公 美国税收政策中心认为 新关税将导致未来10年 美国潜在进口额减少9万亿美元 水果 蔬菜 服装 药品 电器 家具 建材等生活必需品 均在受影响之列 显著影响普通消费者福利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 美国居民消费的99%咖啡 70%海鲜 60%新鲜水果 38%蔬菜来自进口 如加征高关税 对普通消费者的影响可想而知 此外 据该中心测算 虽然20加60%模式的新关税 可能在未来10年 为美国政府带来4.5万亿美元新增收入 但同削减所得税带来的税收缺口相比 无异于杯水车薪 第四 直接损害美国多行业利益 纽约时报 外交事务 报业新迪加等美国媒体认为 关税无法复兴美国制造业 反而会阻碍重振美国制造大计 原因很简单 美国经济早已根植于全球价值链 制造业尤其严重依赖进口 其大型制造企业生产最终产品 需要从世界各地进口大量中间品 对这些中间品征收高额关税 只会大幅提高生产成本 降低产品竞争力 美国进口商普遍反对高关税 新泽西州肯特国际公司 专门进口中国产自行车 其CEO卡姆勒表示 特朗普政府非常自豪地认为 中国正在支付关税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很高兴 但事实是 关税必须由我们进口商支付 农业等行业出口商 则面临国外报复性关税风险 美国全国玉米种植者协会 大豆协会均表示 新的对华贸易战 可能导致美国农产品出口损失 进一步扩大 压低本已低迷的国内价格 一位爱奥瓦州农民表示 国外的报复性关税 通常都会针对美国农产品 我们担心的是 一旦市场份额被巴西 阿根廷抢走 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货运业同样面临巨大冲击 美国多家物流企业表示 美国零售商担心未来高关税 而掀起一波进口补货潮 预计关税落地后 国际贸易量可能大幅减少 将对海运乘运商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第五 减少美国国内就业 美国高关税及外国相关反制措施 会导致部分美国企业利润下降 推迟潜在加薪或扩张计划 不利于就业稳定 穆迪公司研究显示 仅2018年7月至2019年8月 对华贸易战就使美国国内 损失了30万个工作岗位 实际上 关税并未对美国相关产业 起到保护作用 2018年开始 美国对进口钢铁征收25%关税 其钢铁行业就业人数 反倒从当年的8.4万人 下降到2020年的8万人 约翰迪尔等美国农机制造商 还因进口钢铁原料成本上升 而取消部分扩张计划 减少潜在就业岗位 外交事务杂志认为 美国软件开发 设计研发 金融服务等商业服务业的 从业人员数量 是制造业的两倍多 平均工资更高 使美国服务出口大户 而高关税可能招致外国反制 提高其服务出口准入门槛 损害美国相关产业就业 税收基金会估计 即使不考虑外国报复的影响 新关税也将使美国内 损失68.4万个工作岗位 拖累GDP增速至少0.8个百分点 第六 无异于削减整体贸易逆差 阻碍国际资本流动 加征高关税 虽然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有所减少 但其整体贸易差 仍在节节攀升 2016年 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为4800亿美元 2018年增至6210亿美元 2022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9512亿美元 2023年仍高达7734亿美元 以目前视头看 2024年数额还会高于2023年 投资银行Evercore ISI表示 按进口价值加权计算 施加60%关税将使美国平均关税水平 从2023年的2.3%跃升至17% 达到大萧条以来最高水平 从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一跃成为最高 势必引起其他国家强烈反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表示 贸易壁垒阻碍资本流动 早已有证可循 没有商品贸易就没有资本流动 他甚至用闺谬法举了一个极端例子 假设火星上存在一个繁荣的火星经济体 地球可以同火星通过代码型的数字货币进行资本流通 却无法开展有效的商品贸易 在这种背景下 地火之间的资本流通没有任何意义 同样一个充斥关税贸易量远低于当前水平的世界 将是一个资本流动量萎缩的世界 全球贸易战最终的确有可能减少贸易逆差 但不是因为美国公司竞争力提升了 而是由于国际资本流动受阻 美国有时之士已经领教过关税战的恶果 忧心忡忡提出警告 中国人更是看穿了这种敲诈勒索的伎俩 美方的算盘是先拿关税要挟 然后在禁毒谈判中提出具体要价 大概率还要跟更多议题挂钩 坐地起价 逼中国就范 如果说几年前初次遭遇王八权 我们还有些不适应 那么如今面对故技重施 我们更多的是淡定 拜特朗普1.0所赐 中国人彻底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 这些年我们加紧苦练内功 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 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不断助劳抵御风高浪级的安全堤坝 同时 中国应对冲击的工具箱也在不断丰富 就连纽约时报也认为 针对特朗普2.0 中国显然有新的应对手段 无论是关税对等反制 还是有针对性的将美国公司 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亦或是逐步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 这些都是中国为对抗美方 在经济问题上极限施压 准备付出的代价 美国外交家杂志也称 中国打的是一场持久战 特朗普的政策 在反噬美国经济的同时 还将迫使中国加强其经济政策 提振内需 实现技术自给自足 关税战 贸易战从来没有赢家 如果真打起来 中国难免会受些损失 但毫无疑问美国更不好过 更何况对今天的中国而言 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反而可以让我们的意志更加坚韧 筋骨更加强健 无论是10%还是百分之多少 中方的态度就四个字 反对不怕 中国已做好准备 美国你做好准备了吗 豆腐